任何事情都有答案 只不过没有固定的答案 任何事情都应该有标准 但是不应该有固定的标准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才觉得 为什么你对他这样对他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很坏 我在教导上课 我曾经把学生赶出去 你给我出去 上课怎么课 被我赶出的学生里面 有一个拿个记性真好 十年以后才找我 一进门说老师你认得我吗 我不可以说不认识 我对每个人都说认识 因为我说不认识 大家很上印 我认识认识 他说十年了 我说什么事 他十年前我上课的时候 你把我赶出去 我没有怪你 我只是十年以后还想不通 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 所以我就来问你 你为什么赶我 我说我当时的状况已经记不得了 他说我跟另外一个人讲话 结果你赶我没有赶他 你如果把两个都赶出去 我会心贫的嘛 你两个都不赶 我会没有话讲 就赶我 不理他 我说你这么一提我就知道 我记得很清楚 我一看就知道 你是有出息的 非可不可 那个人根本改业没用 改他干什么 然后他又台湾讲 这样你 呵呵呵呵 真好 这个不叫投机奇巧 这个叫随机应变 其实中国人的确是这样 你一看没有笑 你根本就讲也不要讲 你讲干什么 讲也不要讲 想办法要么把它调开 要么想办法好聚好善 这种人就是 别人说 叫人看破卡锥 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在这里是容不下的 就好聚好善 让他很有面子的离开 我们没有办法救所有的人 我很坦白讲 因为那个缘分啊 里面很复杂 非常复杂 我说清楚这样 缘是历代所造成的 不是这一次所造成的 分是这一次的有跟没有 有没有分是这一次的事情 缘是累次的事情 我们都第一次见面 哪里什么缘不缘 我们所谓的缘 是以前留下来的缘 所以一定要缘跟分要分清楚 所以有人有缘无分 就是历代我们是有好几次缘 但是这一代没有分 这一次没有分 不要强求 不要强求 不要强求